经济 数据 人物权记录 财经部落格 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 两阿安居所进行的单元财经部落格 因为兴趣呢 陈敏金在工作转折的时候投入服装设计 他锁定25到45岁女装时尚评价的课程 起步虽然比较晚 但是他努力精进 在台湾的众多品牌竞争当中 如何让消费者来识别他的自创品牌一点呢 在家独特的咖啡馆就如同他的设计班 他分享在流行风潮中如何不一味跟随而保有自创风格 而近月远来 以服饰交友 也为他海外的市场试温 这是他的梦想 也是目标 你是从科技业转到设计业 这个要下很大的决心 对 还蛮大 不过其实应该是说 他好像是顺其自然的就演变成这样子了 主要是因为那时候在工作上做了留职听心 因为其实本来就已经在这方面有一些兴趣了 也都一直有做一些学习 那是在想说这个休息的中间一直在想说 那要不要就是也来试试看这方面的东西 那所以其实一开始只是做一些东西出来 然后可能在一些店做一些非常小量的进买 可能只是做三四件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然后后来觉得很想要 对对对对 是不是应该要就是让规模再慢慢再多一点 对 然后才开始就是重新了创立的品牌 然后成立了一个工作室 那你成立工作室的话 就是希望打造自我的品牌吗 应该是说还没跨入这个行业之前 其实对这个部分还不是那么的熟悉 那跨入这个行业之后 其实也慢慢接触到非常多的服装的设计师 这个领域的一些人 那时候会觉得说 应该真的是要让一个台湾品牌能够被看得见 对 那当然也是认识了很多台湾这些时候才知道说 其实也是有很多人一直默默在这个部分做努力的 但是老实说在还没有跨入 真的实际上去执行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还真的不知道 哦 原来有这么多的 就是设计师其实是在努力这一块 对啊 我想让你有更多的设计跟学习 你从科技也转到服装设计 虽然过去你有一些可能对设计的喜爱 钟晴雨所以一直都没有放弃过所谓的学习 你说会觉得你有进到学校里头吗 还是说其实就是自己去摸索 怎么样去精进你的设计方面的能力 就设计方面的话 确实就是边走边在做一些学习 例如说看别人的一些作品做一些学习 就是可能国外的一些部分做一些学习之外 那当然确实也是有去就是 台湾有一些就是做一些打扮的一些课程啊 也是有做这方面的一些学习 对 所以其实都有 就是两方面都有 那真正我觉得在更深入的学习 其实是在我真的就是踏入这个行业之后 对 那这个学习当中我觉得现实面很多啦 就是说除了我们要学习设计之外 就像刚刚就是你有提到的 其实除了设计之外你必须还要进入市场 那你这中间其实真的要历经的学习很多 那这些市场面的东西其实某程度也会影响到设计 对 那就来谈你现在选择工作室的这种发展模式 来谈从设计到成品整个完成到进入市场 你是怎么样有哪些协力或合作的厂商吗 就设计来说当然是我们自己内部自己做嘛 对 那在打扮的部分 有时候是内部那我们有某部分我们也是会请外部的厂商协助这样子 那其实有时候配合度就是别人一一的一直在配合中淘汰 对 因为应该怎么说像车缝师傅跟打扮师傅 这些你有时候你就是可能你找到这样子的厂商 但是厂商不见得真的是可以符合你的需求 对 那所以你可能一次一次是调整了之后 慢慢这个厂商其实不适合你 对 那可能那个厂商比较适合我 那我们可能就在这中间去做了一个淘汰 然后再跟最后留下来合作的一些人 最明显的 其实打扮其实还好 因为打扮本身它其实是有一个就是也不能讲专业度 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的专业度啦 但是就是配合情况互相之间好不好是一个问题 那我觉得车缝上面是一个比较大的部分 有时候其实你找一些车缝师 因为我们的台湾的设计师的瓶颈有一点在这里 就是你的量还不够重到很大 所以你没有办法找工厂 对 那你如果要找工厂的情况下 你就得自己去找车缝师傅 那我们其实我们希望能够强调台湾的设计跟台湾制造 所以我们其实在工法上面的要求也是有一定的程度 对 我不希望说 虽然我们其实在金额上面 就是在一个消费金额上面并没有那么高 可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带给消费者是一个好的品质 对 所以在这个车缝上面的工法 我们也是蛮要求的 那有一些师傅他可能你找了之后 他说他很有经验 但是你可能跟他尝试过一样之后 就会觉得就是有问题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其实中间就会一直有淘汰的情况 然后最后当然也会有跟我们一直一路走来的一些老师傅 对啊 你们是先有订单呢 还是先去设计出一些产品 然后来走向市场 你们现在的情况是 一刚开始到现在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目前的情况其实都是我们先有设计 那我们再去推市场 对 压力挺大的耶 对没有错 所以其实这中间一路上都一直在绝习 因为你会去发现说 例如说哪样子的东西不够符合市场的需求 那哪样子的东西是比较可以符合市场的需求 对 那是不是能够找到你真的想要的一个客群 其实都是在做一些学习跟一直的转换 听起来好像是一直在做一些调整 当然也是必要 只是说你们现在所设定的 看起来我看这些都是还蛮年轻化的 是以比较年轻的女装这个部分流行的趋势 掌握这个设定这个族群吗 目标群 对 我们现在目前主要他给的年龄层其实是在25岁到35岁 那实际上大概认取其实也是25到45这中间都有 对 那在这一两年下来我们其实有试过一些实体的通路 那在这通路上面慢慢有发现 其实现在的人他其实蛮想年轻化的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很多妈妈 他也很愿意穿比较年轻化的衣服 对 所以年轻化的一个趋势感觉 还是是一个方向 对啊 你所指的市场 听来是主要放在台湾 目前是 但是我们也蛮期望能够有机会推广到国外的 我们现在目前也是慢慢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跟机会去拓展 对 看到你的设计的风格 就是以圆点点状式 或者说很极 就是非常极简或线条式的 这个就是你蛮钟爱的一种风格吧 对 应该说我们这个品牌之所以交一点是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从衣服作为圆点 然后将台湾的设计 制造去给不管是台湾人或甚至是其他亚洲市场的人都可以看到 或者是说他能够觉得很喜欢穿上我们家的衣服 对 那 当初也是从这个名字去发想的一点一点嘛 那其实衣服的圆点 所以我们就是从圆跟点去做一个出发点 那所以我们在初期的设计上面 我们其实有非常多的经典的设计是以圆的版型去做设计的 也就是说 它还蛮有趣的是你其实穿在身上 你可能不觉得它是一个圆 可是我们可能透过剪裁 透过版型 透过布料的一个垂直度 我们去用一个正圆的版型 可是你穿在身上的时候 你发现它看起来不是一个圆 因为圆穿在身上好像会胖嘛 可是其实 对对对 可是其实不会 那它在穿在身上就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味道 对 那 也是运用点点的部分 我们可能作为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布料的特色 所以我们在很多一些设计上面 我们也运用到一些点点的布料在上面 那因为点点其实也还百年不太退的一个流行的一个布华 对 不过也要有些流行的一些元素融入里头 对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怎么样去把这个流行的元素 如果能够每一季或是每年都会进到你们的设计当中 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呢 我们还是会去study就是一整个国外的一个趋势 所以原则上呢我们会去稍微了解 例如说可能流行的可能 例如说这一季可能 还接下来可能会流行的颜色趋势 就是说这一条路你会需要跟很多的赢价的衣服去竞争 所以穿着其实有一定的想法 对 那所以在创立这个品牌我会希望说让更多人能够穿到 也是希望说我能够用一个比较就是大家可以接受的一个价格 对 那可以让大家穿到一个稍微比较在更独特的设计师的一个衣服 对啊 我想喜爱你们的一些消费群能够来选购你的商品 刚开始有时候你们怎么样用行销的手法来介绍你的产品呢 还蛮有趣的是刚开始在弄的时候 我们真的很好奇到底消费者或是一般的人 怎么看我们家的东西 那我们一开始是从文创试集开始 我们自己去跑文创试集 像西门红楼啊 文创试集啊 之前也有师大的试集 对 那都有去跑 然后在那边确实也接触到很多的消费群 对 那当然在那边可能没有办法去做一些真的是担价太高的产品 可是我们先用比较经典的一些入门的东西在那边展示 然后销售 然后其实效应是还蛮不错的 对 因为毕竟说 就虽然说看起来好像是一般衣服 可是你其实可以看得出它的版型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那客人穿得又舒服 他其实他就会一直再回来跟你购买 我们现在其实也是有蛮多是从市集就认识我们的 然后一直支持我们到现在 对 程度还蛮高的 就是会 就是有新的东西就会一直关注我们 对啊 所以就是这个部分是一个我觉得还 应该说很累 可是是一个很有趣的出发点 对 对 你知道像百货业他们也会去文创市集找一些商家 对 那其实在跟很多的人聊过之后 他们会觉得说我们家的东西其实也还蛮适合就是去走百货同路的 那老实说一开始一直很想要找店面自己的店面 对 那考量到的是知名度的部分 就是品牌的知名度的部分 因为其实你看经营一个家这样的小店 其实蛮好的 就是味道很好 然后 对 可是第一个 因为衣服部分 其实你要扩展 就是应该是说台湾其实很多人他其实是有一些品牌的迷思 你还是 就是通常我们在百货公司 我们看久了就会认识这个品牌 对 可是你可能如果没有常被浏览到 例如我现在的资金我可能没有办法 或者是我根本我也不太敢 至少我们在风险评估下 我不太容易能够就是在一个大马路的就是叫店面 然后其实出金非常非常的高 对那我们后来其实考量之下 是在还没有找到适合店面之前 我们就是想说那我们试试看找百货同路 那一开始有这个机会是刚好百货同路也找了我们 对 他就是看到了我们在文双市集 那也觉得我们家的东西好像还蛮适合的 那就开始跟我们做一些接触 对 然后有试着 试着慢慢开始拓展我们的就是百货同路 对 那当然这一两年也是有一些学识啦 对对对 就是什么样的地点 应该是说通常百货同路会释出的位置也是不见得这么好的 对 那其实一开始都不懂 会觉得我进入百货公司就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对对对对 对那当然也缴了很多学费 对对 可是就是一路一样走过来就慢慢比较了解比较了解了 对 然后现在也比较能够就是清楚就是到底怎么样去经营 对 因为包含这个地方除了位置 除了百货的一个氛围的营造 甚至是我觉得最难的地方就是人的管理 嗯 就是还有柜姐的管理部分 你要怎么让一个 第一个流动性流动性的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你要怎么让他了解 他对这个产品有一定的一个了解训练 然后让他能够好好介绍给客人 让客人了解你这个品牌 然后又能够喜欢你这个品牌 对 其实中间就是做了很多的一个功课跟学习跟摸索 对 要从设计然后整个行销管理 都是跨业的 你自己先做出来看 对 那其实不管怎么样缴这些学费 其实对自己都是有就是有帮助的 因为相信这会是未来就是能够成功的一些基石 目前应该也有机会在国内从竞云赛当中 嗯 获得青睐然后到国外 应该也有这样的机会吧 呃有 之前有过一两次的国外的参展经验 对 但呃 我们现在目前因为没有这么多的一个经费支撑 因为我们其实呃 除了生产制造这些部分 那它是一个成本的支出之外 那我们也有做我们自己的尸体的部分 对 那尸体的部分也是有一定的支出 对所以其实在考量之下 那我们可能就是先暂时放弃国外的这个一个参展的一个机会 那想说先把这个部分的通路先调配好 那我们再来去思考就是下一步的机会 其实近期也都有跟一些就是国外的网站有一些接触 那也在思考说可以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切入国外的一个市场 对 因为其实以国外参展的部分的话 嗯 每一场上来二十五十万逃不掉 就是需要自己投资 对就是你国外参展 因为你必须要人的经费嘛 你必须要有人去啊 那你呃 必须要能够想办法去复制这样子一个展 那你要曝光 你也需给参加他们的一个走秀 很多部分其实都需要花到一些资源跟经费 对 对 那在相较这样子一个情况考量下 那我们就是先决责某一块去做努力 那希望能够说 某个部分有一个比较大的成果之后 我们再慢慢往其他的方向去做前进 嗯 非常谢谢陈小姐 给我们分享你的化行的创业之路啊 谢谢 太过了 太过了 不会不会 不会不会 不会不会不会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